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型到硬体与服务结合 还大动作在台湾召开云端开发者日 微软早上Drava执行环境供应商AZO System 一起推动Windows Azure的云端平台 扩大独立开发商上线设计APP程式 要和苹果iCloud广大的iPhone、iPad约3亿使用者 以及最近刚上线的Google G Drive争夺云端一个宝座 台湾其实是全部ecosystem都在 我们又有很多partner是做硬体的 又有很多partner像这些开发公司 是在做这种ISV的云端的不同的APP还有服务 然后我们是觉得是对于微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其实这是我们的大的策略是要改方向 尽量做云端跟这些device的总和 透过云端装置展开供应链固装行动 微软要组成云端联盟 就是想要加快脚步进入新的PC时代 三线讯文彭仲李轩台北从道 好 刚才可以看到微软来到台湾 广征这个APP的设计好熟对不对 它就是要抢供云端市场这一块 究竟什么叫做云端呢 云端储存又是什么 阿辉哥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这实在有点小困难 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讲云端储存 还是我们要往前讲到所谓云端运算的云端 云端其实很简单 云端就是人家说云在上面 所以我们如果一般来说 其实云端就是所谓网记网路 你在云端的环境说 所以其实包括说 所有的云端运算云端储存 都透过网路去做运算能力 跟储存的空间 然后云端运算 我可以这样 我也举一个举例 其实有些电影会讲到 以前的话我们可能透过电脑主机 去做一个很大运算 以前一台电脑 就是等于好几百台小孩电脑 但云端运算反过来 它今天透过网路 你可能后面的云端运算 是成千上万台的主机 甚至我以前有个举例是说 你可能这个像说有一些算 要有算癌症的叫UD的特别的budget 或者说算找外星人这样的活动 它其实后面就透过 数千万台的个人电脑 然后这样子做法可以媲美 你可能数千万美金的家用电脑 大型主机 抱歉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说 云端可以用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share这些资源 我们回过来讲云端储存 其实所谓云端储存 我们往前讲一点好了 最简单就是说 当初的网路硬碟 很早以前像PC Home 像雅琪摩豆推说网路硬碟 那时候很小 那时候50枚 100枚 100枚就好大 然后现在我想要举例是说 像1G的随身碟掉到地上 我要捡起来都不太想捡 所以我们去参考研讨会 送2G的 就好没有意思 还有人很不够意思 最早8G一起跳 换到现在云端储存 因为它不止只是储存而已 它有功能 它可以帮你下载 它可以帮你做备份 帮你做版本控制 甚至它的硬碟容量 可能比你现在家里硬碟还大 像我家的Nordbook 我Nordbook硬碟可能大家1TB 可能差不多嘛 现在已经有网路硬碟商网路储存 可以提供你10TB的空间 甚至比你更安全都有可能 随随便便都是一个蛮大的容量 对不对 所以它就提供一个空间 取代那个硬碟 传统的硬碟 而且功能更多 功能更多 然后但是呢 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 你是看不到的对不对 好 我们就暂时用虚无缥缈来定位一下 不过刚才阿惠哥讲到一个重点 TB 什么叫TB 我们要待会解释一下 因为现在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就是G 对不对 像跟阿惠哥 2G根本不够意思 随身碟掉地上 没有人要 2G可以剪一下 1G不要剪 1G不用是不是 好 在GB跟TB的部分 到底是差在哪边 潘达来帮我们稍微做个讲解吧 这个1TB 就是1024个GB 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随身碟 一般随身碟是大概8GB到64GB都有 那一个TB有1024G嘛 那我们一个DVD 蓝光片大概4.3G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颗硬碟 或一个云端空间是1TB 那大概就可以放234部这个DVD影片 哇 234部影片 我只要用1TB就可以解决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用那个光碟的话 我可能真的就要烧两百 两三百片出来了 对 虽然说看起来TB很大 不过现在因为像4K 还有蓝光 这些可能一部片 甚至就230 甚至100GB都有 那这个时候1TB就只能装10部高清片 对 所以储存空间是永远都不够用的 还是不够用对不对 但是跟以前来比的话 我们那个May的时代 大概已经过去了对不对 现在 比较主要是在GB的部分 未来会间接到TB 如果这两个应用的话 可以稍微讲一下实际的落差是什么吗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TB可以来储存高清的嘛 那G的部分可以做到吗 不行 G可能我们就要把它压缩 再压缩 对压缩画质就会有影响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手机的萤幕越来越大 解析度越来越高 那压缩档案可能有些人的胃口被养大 他就觉得看起来不舒服 对 所以这个画质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 就算它存了进去 可是你拨出来那个画质就是有差嘛 没错 所以现在未来其实看出来 好像真的是非TB莫属了 但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你要把它存进去啊 储存还可以怎么应用呢 在云端储存的这部分 储存分两种 一种是公有云 一种是私有云 公有云就是像我们常看的Dropbox 还是Windows里面的Skydriver 那私有云呢 就是像我手边这两台所谓的NAS 也就是网路储存器 所以你桌上那两台就是私有云是不是 对 这个就是私有云 那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我们在用很多的公有云 你去看一下 它并不保障你的资料 一定会百分之百完整的存下来 它不保障 所以我通 比如说我存了大概一个东西进去的话 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东西遗失是不是 对 这个初包事件屡见不爽 像Dropbox在2011年6月的时候 发生过什么事呢 我的档案 假如说我知道舒华的账号 如果是比尔 我就打比尔密码乱打 我也可以进去你的这个 公有云Dropbox去抓你的档案 这个隐私就有很大的问题 那私有云呢 他目前像这两家厂商 一家是群晖一家是微联通 它这个加密方面都做得还蛮扎实的 那如果你把它加在家里 除了可以储存你的档案 随时做备份之外 它还有一些很多的娱乐功能 像我在公车上我就会用手机 连到我家里的这两台NAS 所以你的手机就可以直接连到 你这个家里面的私有云上面了 是是 它储存的空间有多少呢 随你的硬碟而改变 我们来看这个就是两倍机种 这个可以拉出来装硬碟 对 所以那个右边那一台可以拉出来装硬碟嘛 对 像这两台大概以目前来讲 这台可以到8TB 这台可以到8TB 而且我要强调 这个私有云呢 有一个功能叫RAID RAID就是说你的一颗硬碟 若不小心坏掉 它会自动帮你做备份 也就是这个风险会相对低很多 好 刚刚潘达说的是这个私有云的部分 不过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公共储存空间嘛 现在这一块也是打得越来越激烈 好多业者都推出了 我给你免费的空间 你赶快来我这边存东西吧 我们来看到这个东西 也就是现在推出的 就是腾讯它推出 一口气就说 哇 有10TB的一个空间可以让你免费储存了 好 我们来看下一张 除了腾讯之外呢 也有另外一家就是360 它更厉害 它这个口气更大 它推出的就是无限空间的网络 随便你要存多少就存得到 是这样子吗 慧哥 无限空间是什么概念 它是这样 其实说我先往前讲一点 因为其实网络硬碟 就是我所谓云端储存 像Dropbox或是 我讲SkyDrive 大概这些国际比较有名 大概都是几十G 然后扣一些活动 像我自己的Dropbox 免费我赢到100G 算是算很大的 对 然后简单说就是 大陆有三个网络业者 然后他们竞争很强烈 然后有一天呢 业者说 我们办活动好 我们出1TB的网络硬碟 然后后来隔天另外一家要出 那我们出36T好了 哇 就是要跟他拼场 还没玩了 第三天又有另外一家说 我们就出100T好了 然后100T是什么 你只要付一块人民币 免费50T 然后再给你 再付一块钱人民币 就给你另外50T 那你才两块人民币 还没结束 还有 在下个礼拜 第一家出的那个嘛 他说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就全部送36T好了 然后这个战火一直延伸下去 然后所谓的无限空间 几乎现在每家都是啦 就是简单说 他会先给你一个空间 因为他让user有一种成长感觉 就是说我今天每天登录 他会透过一些活动 让你邀请朋友也好 或是说我今天参加免费抽奖也好 空间慢慢长大 这样有感觉 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 36T装满的话会怎么样 他到35T的时候 他会再多送你5T 然后你快满的时候 又再送你5T这样的方式 然后就是你 如果一般user而言的话 像可能胖达 他可能只有存一局两局 那就一般啦 就不会占一点空间 像我常常上传资料 我可能快满之后 你现在到底上传 存在这个云端有多少 没有 我不多 我没有当费 我只有存40G而已 还差很远啦 40G是不是 还不到1TB 对 但是他就透过这样 无限一直送的环境 所以越送越多这样子 所以刚刚说到这个360说 是无限空间 刚刚阿惠哥也特别解释了 其实不是啦 一开始应该有设定嘛 它基本上是在 你用越多送你越多 一般用的大概是12T左右 基本上也是用不完的啦 上TB都很夸张 12T可以存多少东西啊 我很努力的船才船40G 好像目前我还没看到 人家超过我的 所以说这个统战来说的话 真的是已经非常明显了 班达你觉得啦 这个网路上来说 很多业者已经 包括刚刚看到腾讯嘛 还有这个360嘛 他们一个推出 一个比一个还要多耶 刚阿惠哥也举例了 哇 这业者根本就是在竞争 为什么要推出这个呢 这个存在上面 真的对我们的资料来说的话 你刚才说储存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遗失哦 那如果真的不见怎么办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说到说这个不见怎么办 所以我才会说 建议家里有一个私有云 他也可以跟这个公有云 做一个连结 做备份 那除了 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 很多人的iPhone 当初买8G 16G 是不是到后面不够用 对 一定不够 你拍照不够 那像私有云 或者还有少部分的公有云 他可以类似拍一拍 帮你备份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拍过照片删掉 那回家就去 那个家里的这个私有云 或者说少数的公有云 也可以看得到 那为什么这些厂商要送这么多呢 对啊 其实当初我们还记得 Gmail 为什么叫Gmail 因为那个时代还是MB的时代 我们的那个信箱 Yahoo 可能10MB 最多100MB 这个时候Google直接说 我就给你1000MB 也就是1G 对 就打动很多人的心 对啊 那其实这个腾讯 他们也是一样 大家还停留在G的时候 他就先砍速T 就TB了 对 对 那他就是用一样 这个大家就会帮我做宣传 就会注意到 我已经到TB级 那我个人认为什么时候才会普及呢 要到我们的频宽速度 很快很快 甚至快到跟硬碟传输差不多 你很可能就很依赖它 我们现在并没有这么依赖它 它是因为可能我们下载上传速度 也很慢嘛对不对 跑得慢吞吞的 没错 我也没有东西可以存在那边嘛 对不对 对 如果 不过刚刚讲到了 这么大的空间可能只是一个噱头 你在那存不了那么多东西 不过万一我东西真的存进去了 这网路安全啊 我的资料会不会被窃拿 会有这个可能 会不会被偷走啊 我先说 我这三家我先不要说 我先说Google好 Google够不够大家 很大家 他说第一应该没有人敢说第二 但他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还是会有 Google最大的原则很有名 他叫做一个不作恶的原则 简单来讲就是Google 为什么保证他们 保证他的安全性 他就是说以他的角色 他不会做这方面的坏事 所以有点像自由新政 但是如果说换到中国的部分的话 慧哥停了 他还发出嗯的声音 就表示说 我们反过来说技术面好了 技术面 其实可以 其实是有类似的 所有资料加密的做法 就是说你理论上来讲 就是如果资料全部加密的话 我资料加密就好了 你也偷不走啊 但是其实分两块 一个是你在入口的时候 你登陆的时候的密码 那密码其实没什么用 重要是资料 但是所以国外其实像 例如像上次被抓的 那个Mega Upload 他新款重新推出Mega的时候 就是主导他所有资料都加密过 但是当然这几家 包括Google也好 或者说国内的华硕也好 或者说 这三家中国业者好了 他们没有说有没有加密 但是我觉得 好啦老实说 不可能加密 不可能加密 为什么 加密的loading太重 例如来讲 你本来要加密的是密码 我登录的例如阿辉号 我密码12345号 他如果加密的话 我今天上 拜托 我今天上传40G的资料 他40G要重新编码一次 哇重新run一遍 对 你要下载的时候 不是这个问题 下载的时候还在挤一次 所以理论上来讲 这个东西 对 还说成本太高了 对 至少在短时间内 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那万一我真的资料不见的话 我可以自救吗 其实很有限 我说实在 这是工具 像我好了 我刚才说 很简单 公有云好是方便 私有云是安全 对 一起用 对 这是可以混在一起用的 并没有说你今天用A 所以比较不重要的资讯 就存在公有云吗 比较重要的就存在 还是建议就是观众朋友 这是 这东西都是工具 你要什么